甚至於我的最簡單的 換個法師自己想的 譬如說 我要發展一個最快最簡單的方式 我只是走過 你知道我怎麼走過 我拿著錄音機 我只要看到樹 看到植物 我就叫這個臺灣赤某一山腳沙泥什麼東西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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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隔 他那個有里程碑 500公尺停止了 對吧 有一段 一段我就做總統計 我念過的名字 哪一個最多 哪一個最少 比例 我算出來 你看那個紙幣字 那個就是這樣 有一些部份就這樣寫出來 那我就 至少我說 這幾條在一山前中 什麼值得最多 我不是亂講 我不是說 印象起來大概是 我至少至少有這樣的數據 我可以告訴你 幾百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 這是一個樣區 我這樣做 樣區調查 樣區調查 這樣調查 前後也不知道 調查幾百部的調查 樣區調查 還記得問 啊你來看看 像這個地區 在火災之後 排到1981年3月 中了 各個林班 三十三林班 七十之十號的造林地 排到10年 中的是紅塊 十點多公頃 十公頃多大 變不大 十九 變得形狀粗 這微微的 微微的 還去進 這都進好了 另外一個地方 三十五林班 紅塊高山造林地適應性的研究 這製造三公頃 反而是民主七十年 才到十年 直接就這樣 趕快 直接說出來 這樣 為了要造林 他把那個建築化掉 再來 家計數種引進 三十三林班的另外一個小班 0.46公頃 2720的 1985年 引進國外的家計用台 在那邊 進 國科會提供給他錢 這都進西要了 能否進 再來1994又搞了 這個是叫做 靜根接種什麼 這是另外一個研究 接下來 連這個 什麼長期生態研究網 有沒有 1990年代 待會我們出了一個人 待會在這裡做研究 其實呢 其他每個地方都這樣 不是說只有這裡 可是這裡呢 他恰好有力 還是恰好在這裡 都把它做紀錄 後來的 你看 這都用這麼多錢 這都用這麼多錢 啊 為了做這個 他會撤柔條 就能做那個所在 再來更可惡的 現在這個牌子 今天我們還有看到 連錦駁都不會血啊 這個是叫全民造林 大概在近來的人 來提這種錢 就在這裡 好 我給你看 剛剛造林 這個前面 我們不是在那邊講 從那邊看到對山嗎 這一定是另外一個研究試驗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 剛才是在靜錫規 靜錫像的那種 有些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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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些不知不 我學的不知不 這就有什麼 你的試驗 這樣就進去 進去 進去 我給你這一招 十八年後 我給他 同樣地點在辦 可以這樣 齁 那些研究出來都是一招 再來看 同一個地點的對象 第三 另外一個地點 你看看 那些研究都什麼 都松鼠 靜看一下 他們的偉大的實驗 中什麼 最主要中黃塊 然後還有像家計樹種 什麼樹種 他一個一個的 我給你看 那些中老師 你那些灰心的時候 其實很配分來 欸 中老師 休息一下 我休息一下 以前不知不 經過十八年 還沒有毀壞 一整個研究生 我叫他們說 來 他們的照靈 給你們看 是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 他們的牌子在這裡 這一顆叫做照靈 是呀 是呀 好啦 那這邊這裡也一樣 那到處都是 這都洗進 好 另外一個角度看 就比較 下來一點 我們從右邊路邊走過 看到了鐵山林 經過十八年 長成這樣 同一個地點 我沒有配你欸 來看一下 拿出來 都改完 不是照理 那你東西 來 再另外一個地點 這兩顆是銀山 火災死掉的 經過十八年 同一個地點 變成這樣 這樣 發出來 都送出 二爺松 大草山中 這沒有一看 你說我怎麼做 我 1980年代 設了 六七十個樣區 隔十八年 再設六七十個樣區 然後再比較 有一些是定點 這樣 那你知道 在鐵山林 如果火災燒掉以後 火災燒掉 鐵山林帶著 比如說台灣鐵山 豐富海 那是兩千 三千到兩千一百公尺 鐵山林通常火災之後呢 燒掉通常變成一山建築 跟高山林的這個 食物成草原 那它也可以 這個太複雜的 我不要講 純粹生態的在 因為這是一個總體 台灣的這個 這是 這是像 核灣山林帶 因為我們到核灣山會講 再來講仔細一點 因為 如果海拔 全球氣候越來越熱的話 那麼鐵山就一直往上清 鐵山 全球就一直往上退 那這個是大的變化 然後呢 如果維持現在的氣候 那就是海拔帶 這不同海拔帶 從這裡往上 鐵山帶 往下鐵山帶 然後鐵山 如果火災以後 就變成一山建築的高地草原 一山建築高地草原 管復在山火災 就在這裡循環 然後如果再燒下去 建築石 那就崩塌以後 就變成高山植物的社會 發炒的社會 然後有的是在潮濕地 又有不同的這個物種 不同的植物社會 那這個是 時間跟空間的綜合圖 大家知道嗎 那我們鐵山林這裡呢 也是會變成高山 一山建築的高山草原 可是如果反陸火燒那 會退化 建築死掉 就變成高山草原 同時在這裡 這個中海拔帶 鐵山林帶裡面 火災之後 很容易產生一種結業 叫做軟大結 這個軟大結 這個軟大結就是 從日本時代到現在 都有人在做醬菜 日本 台灣曾經有一段時間 深入負財物 大量製作在這裡 全面的 就是因為火燒之後 那個結業就很多 軟大結就很多 他們是採那個人的牙 然後就做成醬菜 外銷到日本 一批一批一批都是這樣 你要知道 你知道台灣有一段時間 專門在採中藥嗎 中藥 民國六十幾年 六十幾年 對 那個中國醫藥協 以前有一個老教授 甘維修 他們有研究這些 還有很多單位 那你知道有一種植物 在這裡叫什麼 叫Sempree 一部分叫Sempree 就是軟大當藥 他是要衛的 衛藥 當年在這個山區 請那個工人 怎麼採 你知道嗎 抬成一類 兩個人 間隔五公尺到十公尺 然後一類這樣掃過去 所有的Sempree 都滿滿了 是這樣掃 以前有一種阿里山游局 可以泡茶喝 也是這樣 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被採藥的全盤掃 洗潔一空 以至於阿里山 現在幾乎很難再發現 那個植物 好 那我們進到 看這個裴山 你看這是以前 我在研究第三個時候 我們在森林下做調查 這個建築原來很高 那很高 第一次火災 你看我減下來 一平方公尺總共有一百多根 然後兩兄梁這個直徑大小 然後我研究到後來可以知道 一根建築桿可以活幾個 大概平均活五年 然後它有在死掉 也有在心長 然後一直在更新 這個過程當中 那如果第一次火災燒掉以後 當然上面變成白木林 建築就長高 但是這個建築不像以前那麼高 大概只有一個高度這樣 如果第二次火災燒掉 然後建築再長上來就更寒 大概一公尺多 再一次火燒 建築大概只有五十公分 第四次火燒 大概剩下三十公分 你看人家裡 最後比如說五六次火災以後 再長上來的建築物 這個稍微有 上次有給各位看一點點 然後再長 然後再長成所謂的高地草原 這樣 你們看到的草原是 成因是這樣來的 那最後面的時候呢 火災燒掉已經不是從毒損漲 而是從旁邊漲 所以呢 側牙一來也多 甚至也高達一百萬公尺 有一千七百多根 那草原以前 走立學生給我做的 我在和灣山啊 第一個月做八個樣區 和灣山區一區挑起來 然後跟一七有四個四個樣區 總共八個樣區 第二個月來調查的時候 第一個月調查的時候 是怎麼樣 一平方公尺內 你想一平方公尺好小對不對 好小 減下來的主桿總共有 好幾百根 我每一個平方公尺要兩百根 高度寬度 好 那第一次調查啊 還簡單啊 那你減掉以後 接下來呢 第二個月它有沒有長出來 那你就要量長了幾根 第三個月來調查的時候 你已經砍掉的 總共有二十四個樣區 對吧 那反正啊 做到一年最後的時候 十二個月的時候 你一次來調查 那要調查九十六個樣區 那那個數字 所以啊 一些造力 那些做園區 做得到一半 不用一半 頭前就都到那裡了 一不再一條 人做下去也是很困難 然後啊 我累積出來的 告訴你是這樣 高大體型的一山建築 在森林下面 環境很好 都浪很深厚 溫度 濕度高 穩定的動態平衡 就是那一百多根一直在動態平衡 如果第一次第二次森林火災 那微粒燒掉了一些土壤 沖掉 沖掉 養分大量的沖死 一山建築的生長次就降下來 心存就變得細小 那改數就比較多 然後就變成中等體型的一山建築 那有些是直接曝曬陽光 然後土壤層啊 也會沖發 乾濕濟的濕度就降低 除且就會來不一定 然後在第三次或多次的這個火灶的結構 就變成非常低矮的這個建築 再矮一點 再跨山火災崩塌 他就會整天死亡 然後死亡以後就落地 或者變成崩塌的山 或者高山之路會靠進來 那怎麼樣恢復 我們到和安山的地方 我看這幾天大家累了 和安山我們再稍微講深入一點 然後建築如果退化以後 就在這個中海拔地帶 第三年代 會形成另外一種草原 高山芒 高山芒 然後剛剛我在之後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長最多的就是這個 阮大街 我在說做精彩 還有乾旱地 你經常會看到很多這個 拜拜 拜拜 義山報經賴消 一個的還乾旱地 這些東西都滿足 然後在我們 我就說那一個山頭 我第一次做調查 1985年的兩區分部 然後調查出總共有多少社會 當時還看到什麼你知道 還看到高山植物 義山精美 有意思 那個可能是水壓什麼 來那裡判斷 這個就是1985年的 做調查的時候 長門照明不久 雖然已經都死掉了 那這個當時有 還有存在水濕地 是有的啦 有一點喝水的啦 那十八年 我剛才看這些水革都沒去 都沒去 一來的江湖 到後來 潮濕地的時候 找台仙 這個台仙 可以長18年 長得這麼厚 這種台仙 一寸一寸每一年長 一小磚一小磚 我這個躺下去跟Sponge一樣 然後這個到冬天 它就整個會枯乾 然後那個其他的草 像這個叫義山燈心草 燈心草 然後到冬天的時候 也是冬乾 你看 這個圖馬鐘 圖馬鐘 圖馬鐘 一年才看一段一段而已 看幾片 真的是 就是所謂如荫 整個像地台狀 然後呢 那個蟲蟻 一隻蟲 那霹一霹 這大鍋 那山燈心 那一天的那是有大鍋 啊 那陈梨結冰啊 你知道嗎 結冰 在那個藤馬鐘上面這個結冰 然後呢 乾燦 雖然結冰 雖然有水 但其實它是乾燦的生理地結 所以呢 這個藤馬鐘就變化 那整個到冬天 全部就變成 豫富霸富 你看,在等星寶四季了,这就是我们的。 你今天,今天是大金法胎。 大金法胎就是图马中,图马中是一个种花。 这一种,如果要鉴定到物种,那就是大金法胎。 刚才那个植物比较很大,就这个啦,以户人,大金法胎。 不一样,我想不用种。 你看,那八户八户都不在家。 那有来,建主就堂贝,十几年来,这个竹子就利用地下精,升进来了。 然后水现在渐渐没有了,最后这些图马中就消失了,就变成土林了。 就是地产这个,就造底了。 旁地亡,密密密密密。 然后,整个林。五六个水池就消失了。 就这样,就是摆一摆。 那是以前的水池。 现在,已经变成十八年,小孩就长大了。 就長成這樣 長成 所以你看 基本上是17年 因為有一年扣子掉 1985年到2012 2002 所以你看以前有大金華台 登星朝 岸邊有一山檢古營等等 然後高山馬昂或建築 然後慢慢這個都走下來 把整個填滿 然後旁邊那個松林松樹 二月松 華山松就長出了 17年的變遷 就是怎麼樣 那在潮濕地有一種是 壹山早鎖河 坡啊 早鎖河 這很奇怪 全台灣的中高海拔 只要有人雜養的地方 就長滿這種草 這種草很耐踐 還有因為經常在雜養潮濕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潮濕植物 早鎖河 你們在壹海拔的田裡面 也會看到一種早鎖河 這個高海拔叫白頂早鎖河 全台灣兩種早鎖河 就是這個 河本坑的河早鎖河 這個是白頂 那個頭白頂早鎖河 這個就是白頂早鎖河的社會 我那個時候叫早鎖河總共有多少社會 這個你們就不用每一個記得清楚了 只是說 當時這個草師弟就是這種來電草河 然後他也會演技成為 某種像易山寮等等 鎖河不久 那個如果沒有人離 沒有人來見他 白頂早鎖河就被其他草種吃掉 如果經常人在那邊錄影 柴柴柴柴柴 別的就是長不起來 只有白頂早鎖河 過在哪裡生存 所以這一類是靠踐踏而存在的 那如果沒有人踐踏了這個易山寮這一類的 我是不是寫易山寮 這個寮呢 你要看 夏天的时候它开花 然后接成果实的时候 它的叶子很奇特喔 极壮极形的 叶极不然是这样凹陷下来 你看 水外已经这样漂亮喔 对不对 然后到秋风起 霜降 它就开始变花 然后整个就哭喊掉 角色 你看冬天的时候来 那好像没有东西 已经耶 另外比较干旱的地方有一种 这里以前非常多 现在这准少 因为建筑长高 这种叫一山坚古猿和本科的草 红红红红红整个看起来红红一点 你看 干的时候都干几点 我讲十八年前 这个现在已经十八 不止了 三十年前 一山坚美这个高山植物 竟然在这里会出现 这是短暂寄存的啦 哦 这个 这种植物啊 一山坚美 抢卫 那个叶子看起来就像鸡毛袋子的 比较漂亮 你每一个东西 万物见关系自和 每一个上帝造的东西 真的是 那种美 你没有办法好改 但是请问你 为什么看到你会觉得美 这个就是奥秘当中的奥秘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从来在地球史上 我们跟它一起连跨过来 它是我们最深层的 像地景比较遥远的 那种东西很好玩 清风守足啦 美的这个东西 我还没有真的去写 美的哲学 然后我们现在看最多里面 哦 我都拼命在拍那个骨干 叶子掉光的树就是这一座 河毛柳 那这个河毛柳是只要怎样 临到一开 圣灵边缘都长这个阳迅寺种 然后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嘛 那个谢安的时代什么 未若柳树因风起 因为柳树的种子会有毛 毛风吹来 会跟着飞起来 像棉花一样在飞 然后呢 通常车子在走会有气流 车 车晒过就有气流 这个气流就把这个种子就传播 因此这种植物都在车道旁边 你要知道 台湾外来植物像红毛草 它是在高雄港拖渡成功 然后呢 高雄港拖渡成功以后呢 有卡车去高雄港载货 然后就上高速公路 那你知道 这个植物的种子就随着车子所造成的险露 就上了高速公路两旁 那我曾经看了 红毛草前后花了十年时间 从高雄港经一高直抵 鼻头角 所以 外来植物有的从高雄港登陆 它就进行北华 然后 基隆港登陆的南进 北华南进 那也有台中港进来的就是中部登陆的 往两边 你要知道 有一段时间 一九九零年代 是台湾的 那个叫什么 现在最多最恐怖的恰杂后 大白花鬼针 哦 这个鬼针里面倒是 我是专门有一讲 专门在讲这些外来物种 包括我讲那个陈冠写 把写的写信给我说 哇 在二藤 有没有 从小花慢泽染这个构成 到 其实哪 哪种哪种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那个有它的道理存在 不是说看到所谓外来讲 你要扑杀 你一个阶段 前阶段 还没有到晚七点的时候 你不扑杀 到晚七点以后 你永远杀不完 啊 他们每一次都问我 现在每一年农委会都被记忆 在杀小花慢泽染 但是 那个没有 那个杀小花慢泽染 就是 确保他可以在台湾继续生存 如果你不理他 他根本没有办法发展 那个都是在人为践踏过 破坏过的地方 他才会趁势长出来 那这种道理 你要去跟那些官员 不要讲官员 你要所谓的学生专家 都一样 我真的搞不懂 是真的权可以让人到这样吗 不顾事实 不顾正义 那这种 未落柳西都像 很好 这个南北的大作战 这些外来种的大桥 这个也有空 我们在另外一段集里去讲 很好 那这个河马柳就是这样 到处随着临到 哦 你现在